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1.超级神佑百亿万七 梦幻西欧2023全名PK赛结束 获奖的玩家们已经领取了第一批超级神佑 如今这批新神兽已经基本全部上架 最低价格都摆了1.7万 兄弟们 你们觉得超级神佑最终会在什么价位呢 2.群雄认证非常智能 来自69级群雄玩家的投稿 他在第一时间体验了新出的群雄认证系统 发现设计的非常智能 操作起来也非常便捷 群雄认证系统对于X9PK玩家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接下来X9玩家抱团都在一个区的现象 可能会减少非常多 3.浩文8月份超越表弟 从8月份的梦幻主播榜排名开始 官方增加了对于礼物分的考核 浩文在猴粉们的大力支持下 收了非常多的礼物 总的积分达到了800多万 远远超过了表弟的200多万 这个月浩文终于战胜表弟了 4.水泊梁山化生卖装备 水泊梁山服战队化生老板对外卖好 他的六件装备首次对外曝光 全身六件160特技装备 其中还包括了一条160愤怒凝制术腰带 5.新出160几品凝制男衣服 夫子庙服务器新出一件160凝制男衣服 厨房达到299点 提领双加了64点 容炼空间还非常大 这件衣服男辅助门派来说非常极品